如果说我要针对第二个问题里面所产生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我刚刚有多增加一个比例 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做一个绘图的动作 枢纽分析表变成一个图 那像我想要知道哪一个线市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那我可以游标一样是放在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那你有几种做法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插入那个这边图 看哪一种图 或者是说第二种方法你可以从选项 里面也有枢纽分析图 不过我习惯是从这边 但这个地方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从哪边 你可以游标放这边然后上面有个选项 选项会找到枢纽分析图 理论上应该每个版本都差不多应该都一样 如果实在没有比如说你是早期版本位置不一样 其实你自己在用不同方法反正 他能够做到最后结果一样就可以了 好那比如说点选枢纽分析图 那他会跳出说那你要用哪一种图 理论上最常用到直条图 不过直条图可能 能够显示那个数字 但是问题他相对的 比例上面没办法很完美的呈现 所以呢如果我希望呈现的是比例上面哪一个 线市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 那可能用什么用圆形图 可能会比较适合 那圆形图里面又分成好几种 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就是说呢 有那个平面的2D的 也有立体的 那也有直母图 甚至还可以什么分裂图 分裂图就是你可以强调 台北市是最高的 你可以把台北市拿出来 拉出来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到分裂 分裂图也有立体的跟平面的 其实我是建议如果你要 分裂的话 看起来用立体的会效果最好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分裂这个试试看好了 那你前面几个你也可以试试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还蛮快的 马上怎么样 就帮你把这个 这个图给做出来了 里面的话当然 你可以把它移到旁边 就会有一个表加一个图 那这边的话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变化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可以再调整的 位置会调整 可以 有没有 只是有点太花俏了一点 反正 不过你如果 让他更强调 这个哪一个区块的话 你可以点选某个区块 他可以做什么移动的动作 他可以帮你把 里面这个比例 可以把它拉大 拉小 有没有 可以把这个地方拉出来一点点 如果要 再把它稍微做变化 我想这部分 可以针对这部分再去做一些些的细部 微调 那只不过呢里面 他会多出哪些东西呢 其实呢 主要就是说呢 上面会有一个就是 当然整个是图表区 上面的话是 图表的名称 所以我刚刚好像有提到过就是说那个名称 还有像图例这些 其实可以 再针对 这些细节部分呢 去做变化 我特别强调 在那个Excel的2010是在版面配置 不过我记得好像不同版本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 里面呢 也是可以找得到 图表 所以特别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针对什么 针对这里面的 哪些 地方做设定 第一个图表 你可以看到图表 如果你不要图表的话 我的版本 所以我 以色列有2010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 版本的话 应该很容易找到 在版面配置里面呢 它预设的图表标题 会是在什么 图表的上方 就在这里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 不要它的话 不要图表标题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针对这个图表标题呢 把它改成无就好了 那如果你希望呢 把它重叠在那个标题 就是重叠它变这样 就是 那个标题呢 会是在图 叠上去的效果 不过这效果感觉 不是很漂亮 把它放在上方好了 另外里面的字 能不能做修改 当然可以啊 游标放上去啊 但 销售金额的什么呢 也许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销售图好了 你可以在这边 把里面的那个文字 也加以做一些修改 把那个名称改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呢 里面的字的大小啦 字型啊等等相关设定 也可以做变化 你只要游标不要放在里面 放在框框上面 就是让它不要是虚线状态 就是让它实现状态 然后呢切到 常用 里面 去修改它的相关字型 所以 切到常用 这里面的相关的 大小啦 字啦等等颜色 都可以从这边去做调整 比如说我今天字 感觉把它缩小一点 变16好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字把它改成 好像没什么可以改 微软正可以提 那字的颜色改成红色 然后 看底色要不要改一下 如果底色这个不好看的话 你把它填一个浅一点 填一个浅一点 这样的话呢 马上 图表标题 感觉 会稍微有一点点质感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像 哪些还可以在版面配置里面还可以输改 图表标题 刚刚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就是有关那个 图例部分 什么叫图例 这个图例实际上指的就是 各位在那个 右边会多一个这种 但如果你觉得他碍眼的话 你如果不要让他出现的话 版面配置里面 你可以把它改成5 他就不见了 OK 这个东西啦 我理论上这个还蛮重要 所以习惯 要不就放右边 要不就放上面 上面也出现 要不就怎么样 把它改成在左边 这个 或者在下面 反正这个地方 他很多地方可以让你放 那你调整一个比较 比较适当的位置 也许把它放在左边好了 就是在 左方显示图例 那这个图例本身 当然呢 他会有一个这个 大小啦 字的颜色啦 字的 相关设定 一样可以从常用里面 去做相关的设定 所以如果你觉得图例这个地方 感觉那个字型不OK的话 一样可以选取他 并且在常用里面 去做相关设定 把这个地方 改个样子 让他 那如果你觉得不显示他OK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把这个地方 在 版面配置 图例部分 关起来 他就不见 OK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 比较常用 还是把它显示在 OK 那再来的话呢 稍微放大一下 那个图大小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最后还有哪一些的 资料标签 刚刚有提过 如果圆柄图的话 假如目前 上面没有任何数字 看起来好像还是要看 就是变成你怎么样 上面没有任何数字 变成你要自己再去 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数字 再去找里面 到底 他的那个大小比例是多少 那其实不方便 所以如果你 我希望呢 可以帮我把那个 相关的数字也顺便放到这里面来的话 其实在资料标签里面 看一下放哪里呢 他大概几个方法 一般习惯 要不干脆你就给他最适化 最适当的位置自己帮我调一下 你会发现 他会自己帮你调 而且 他这个地方如果资料 太宽的地方 他还帮你拉一条线出来 帮你指到这边 然后呢 帮你把里面的金额 全部都显示出来 OK 所以其实 这样感觉其实还蛮贴心的 每一个每一个 到底里面业绩多少 一目有蓝 所以基本上 当然一般习惯 看图 好像会 你如果目光 应该会先被这个图给吸引 才是这个表 所以基本上的话 如果你要把图跟表放一起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不过 最后当然理论上 如果这个 图跟表都放在一起 有点 感觉太拥挤的话 最后其实你可以 干脆把这个图 移到 另外一个新的工作表 HK可以把它放在旁边吧 比如叫 02 的图 你可以选他 这个里面有个 功能叫 设计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把这个表 不要放这里 放旁边好像有点拥挤 这图跟表放一起 那我如果希望呢 另外 再增加一个工作表把它放过去的话 但你不要真的新的工作表把它 剪下贴过去也可以 只是说他有个 比较方便的功能 叫移动图表 你如果要 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以用 在哪里呢 我这边是设计里面移动图表 我记得这个功能好像其他 版本好像也差不多 也是 一样的位置 然后呢 你可以 针对这个 帮我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名称的话 也许叫 Charge 然后前面加个02 也许名称 就也是可以 给他叫个02 然后我习惯用底线 underline 02 底线 Charge 就可以了 OK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他就自动帮我把它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 这个一个新的图表里面 那如果你要观看的话 其实相对于 挤到那个工作表旁边 其实相对的会比较一目了然一些些 那我 旁边就是 这张刚刚的 SUNER分析表 移过来 所以两边可以切 切过来切过去 甚至你可以 假设你上面 这个标签如果你要隐藏的话 上面有个箭头 你可以把最小化功能 这个叫功能区 可以把它再隐藏起来 这个图就会 相对看起来比较大 但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上面箭头再点一下 他就恢复了 功能区有时候可以把它隐藏 比如说希望 把这个图 让他看起来 画面 最大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去做调整 其他还有就是说 图例本身呢 他这上面 还会有一个筛选功能 所以你这个图 假如说以后呢 你只希望显示 台北市 台北县 桃园好了 北部三个县市的话 其他的 县市资料不显示的话 那你可以打勾 有没有 旁边 图例这边 我发现刚刚好像图太小 没有显示 所以还是要移动 他才有办法显示 图太差可能压缩了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这个图 马上可以变成你要显示的样子 比如说你可能哪些业务人员 你可以统计业务人员 那几个 你只想知道 哪几个业务人员 那你就那几个业务人员 把他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的话 就是他的业绩 转合 这样的话看起来 会更加 这个一目了然 图的部分的话 当然 这个 其实他这个图都可以这样吗 如果应该快中午了看到这个形状很像一个 柄 感觉就有那个 饿的感觉 其他的你要恢复的话 可以再把他全选 按确定 他又恢复回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这个图表 那个圆柄图 我是觉得 还蛮方便的 然后他显示的方式 可以是在 表 的旁边 或者你干脆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看你自己 实际上工作需求 而来决定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它复制贴到PowerPoint以后的话 可以show 这个结果 先show个表 先show图吧 图让他知道之后 再把那个细部的 结果再稍微说明一下 这样你老板应该就很清楚 然后做未来的那个趋势分析也比较清楚 哪一些 线市 他可能还有开发的空间 或者诸如此类的 好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主要是利用那个02的这一个 枢纽分析表 那我是利用里面的那个 枢纽分析图功能 那我这边是 除了用前面讲的 十条图之外 你如果要显示的比较多是 比例的部分 你可以用 用圆形图 那圆形图里面呢 如果你要有那个分裂出来的效果的话 那你可以用分裂 在这个圆形图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子母图 那个子母图就是两个π 可以 从 其中一个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资料 可能他有 二维的这种 交叉分析的效果的话 那你可以用子母图 去做分析 OK 请 请各位试一下 稍微 了解一下怎么去 产生所谓的那个 枢纽分析图 那其他版面色 配置啦 把那个 就是标题 做一下漂亮一点 那图例部分也把它弄漂亮一点 再加上 这个所谓的资料标签 试一下 哦